我們緊接著帶觀眾朋友來關心的是 說到交通 來談談台灣的天空 遠航在今天交通部有了最新的初步決定 到底這家公司能不能營運 還是個未知數 不過林佳龍已經確定 遠航年前是確定不可能飛了 不過說到天空大戰 波音執行長下台了 當然是因為737 MAX 美股反而出現大漲 CEO下台 美股大漲實在有夠沒面子 而至於中國則有春秋航空 第100架飛機倒對 這是中國民航史首度民航公司 竟然有100架飛機 可以說是破紀錄 我們先來講波音 波音這次一定要斷尾求生 因為在所有的美國的 彈花性節目裡面說 你那個原來的CEO 如果沒有給他辭職的話 你不用想要復飛 因為你知道 波音是今年剛才走到肉 他連續在兩個月裡面 出現了兩次的衰機事件 然後在今年3月 他就開始就停產 停飛 那停飛的過程裡面 他們希望在今年的年底 能夠得到美國聯邦的 這個航空管理局的一個許可 讓他在今年年底復飛 結果聯邦管理局都不可能 因為你們以前有造假的紀錄 我知道 有一個自動的一個防濕素的系統 在試飛的過程裡面 那些試飛員在對話 你們都隱瞞那些事實 另外還有一個 你用一些瑕疵品 去做一些飛機的零組件 根本就沒有檢驗合格 所以他這一次不得不 把他已經在公司30年的 米倫伯格把他辭職掉 那米倫伯格他從小 他其實從基層做到CEO 那聽說現在換的CEO 是一個私募基金的經理人 你知道光是最近這一陣子的一個 整個停飛事件裡面 你知道波音已經損失多少錢嗎 90億美金 2700億的台幣 而且這一次他在12月16號 他乾脆宣布 我這個737無限期停產 大條 無限期停產 他上游供應商有600家 這600家都有一些 合約 綁約 庫存等等 現在光是賠償 光是一些以後的員工的閒置 光是一些庫存等等 無法估算 不過波音最近還有一個好消息 他一個好消息就 787的夢幻客機 最近交機的一個速度還滿快的 比如說我們的長榮航空 最近去交了一個第八架的 波音的787夢幻客機 而這第八架是波音的 所謂的夢幻客機裡面 編號第902架 也就是它夢幻客機已經交902架了 所以其實它還不錯 那我們講到夢幻客機裡面 其實它有一些黑科技 我們當然要來問詹姆士 到底787有沒有機會 讓波音浴火重生 因為說到夢幻客機 過去的737 MAX也是夢幻客機 沒有想到摔了兩次飛機之後 夢幻就變惡夢了 好 我們來看它的787呢 我就覺得這飛機沒有太大夢幻 唯一有夢幻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抬頭顯示器 抬頭顯示器 對 英文叫做HUD Head-Up Display Unit 這個東西以前只有裝在戰鬥機上面 請詹姆士出來幫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現在這個畫面是已經把 抬頭顯示器 這個是從我們飛行員 從抬頭顯示器看出來的 你們從抬頭顯示器看出去的 外面就是長這樣 對 導播我們停格在這邊好了 停格在哪裡 剛剛那個畫面 這個畫面就停在這裡 沒錯 因為我們要理解一下 硬幫我們坐飛機對不對 飛行員開飛機就是看儀表 看外面看儀表看外面 所以我們叫做Scan Flow 就一下看外面看裡面 看外面看裡面 但是你這個Scan的速度不夠快對不對 看了高度忘了速度 看了高度速度忘了溫度 看了高度速度又忘 看了高度速度溫度又忘自己在哪裡 因為Scan不快 所以現在飛機裝個這個叫做抬頭顯示器 它就裝在飛機的天花板上面 飛行員的天花板上 它放下來 我們就直接從眼睛 可以透過這抬頭顯示器看出去 就你可以 它把你本來要往底下看儀表 所有儀表的東西 全部塞在這個抬頭顯示器上面 這個概念其實現在車子也有 車子的擋風玻璃上面就會有 對 但是車子最多車速表 油箱溫度 機油溫度 那我現在飛機是把這所有東西塞在一起 但是喔 因為波音七八機為什麼叫夢幻客機呢 因為它這個是標準配備 就是說你這飛機買來 它就在那邊 這個配備在這邊 你就必須得去用它 那它不像空中巴士 它也有這東西 但是它是選配 那選配 選配大部分航空公司不會裝 對 像華航有空中巴士350 它就沒有裝這個抬頭顯示器 那波音這個抬頭顯示器就很厲害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這個抬頭顯示器 起飛落地 波音規定它就是 你一定要開著才能起飛 開著才能落地 這個東西起飛落地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要幻想一下 我們在起飛的時候 所以它看起來現在需要落地了對不對 對 我們幻想一下 飛機如果要 飛機如果要起飛的 我們飛機要看著外面的跑道 對不對 看跑道我要往底下看速度 要往外面看 往裡面看 往外面看 往裡面看 但是如果你裝著抬頭顯示器的話 理論上 你就算伸手不見污子 你連跑道前面是什麼東西 都不用看得到 你飛機就可以起飛了 為什麼 因為它說 這樣會比較平穩 比較不會每次起飛 會這樣就咚咚這樣子 就是說它安全氣氛比較好 我們導播我們進到 下一張抬頭顯示器的畫面 好 你看喔 這個是七八七科技的抬頭顯示器 是 就是說飛機員從裡面看進去的感覺是怎樣 但是這飛機我常講 高科技越多 就越來越不人性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像我這個 我是打從出生開始 我基因裡面 就留著飛行員血液的人 你知道嗎 就是我血流出來之後 就是你開車要開手排車那種人 對我就是這種有飛行員血液基因的人 你知道我飛飛機 就是要有這種一桿兩朵的感覺 但是我跟你講 這種高科技飛機 飛久了你就無感了 尤其是落地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 這是抬頭顯示器 我們快看落地之前對不對 我們底下的儀表 剛看一代莫名其妙 亂七八道的儀表都不用看了 就要看抬頭顯示器就好了 你看中間這個是跑道 他的抬頭顯示器 就像我現在倒車 我以前不會倒車 我現在倒車 倒車也是這樣子 因為倒車會有個螢幕 我就把那個黃線對好 綠線對好 紅線對好 他現在就框框 跑到在這邊 你就把它框框框住 你不會歪掉 絕對 對 然後以前落地 是要看技術的 其他飛機落地 風在那邊吹 你要這樣 而且常常會凍凍這樣子 對 然後風有一點側風 你可能要補一些油門對不對 然後下降率太大 你要帶一點桿子 太低你要桿子要動來動去 波音七八七 外面長什麼樣我都不用管 你知道為什麼 假設這條線 它寫的三度 我們就譬如說落地的時候 對不對 剩下30尺的時候 你就把這邊 拉到1.5度 20尺的時候拉1度 10尺的時候拉到水平 放在那邊等它落地 就落地了 所以我前幾天有講過 越新的飛機越安全 因為它高科技設備多 我們回來看中國的天空 中國天空 我們來看廉價航空 春秋航空 第100架飛機23號 正式入列 可以說是創中國的新紀錄 對 那春秋航空 其實在2005年成立的時候 才三架飛機 到今年已經是100架 全中國民營的一個航空公司裡面 最大的航空公司 它現在有230線的一個航線 有65線是國外航線 比如說這一次香港 因為緩送中的問題 那不是乘客大減嗎 很多航空公司 我們上次在講 什麼香港航空 都慢慢慢慢被淘汰出局了 剛開始其實他也感受到 這種乘客的減少 後來那些出局者以後 反而沒辦法 只好回來坐春秋航空 所以春秋航空 他發現他香港現在的乘客率 居然高達93%到94% 也因為這樣子 春秋航空非常的棒 原來他開始做的時候 因為他在2005年才出來 他飛的是中國大陸的 二線跟三線的城市 那一線沒辦法輪到你 對嗎 那後來他二線 三線 沒人要輩給他一斤而已 然後政府就好 那一線給你 你就把一線 二線 三線 串連以後 變成一個金基姆航線 因為就像我而已 股門獨棄 你沒擠我 你要擠誰 所以你今天比如說 你假設你要到 新疆的一個某一個 二線城市 那你從上海去 除了他以外 你沒有第二選擇 而且據說他的票價 特別便宜 對 那他的票價 他比所有的航空公司 便宜30% 比如說他從上海 他從成都到金邊 你知道多少錢嗎 259塊人民幣 他從上海 對 他從上海到日本的次城 300塊人民幣有找 4000塊的日幣 連日本都嚇到了 怎麼可能有這種價錢 所以他裡面還有 常常有99 比這高鐵還便宜 99 199 299 399 這種優待票 他的票價是199 299 399 那是大賣場的價格 對 就好像有點吃到飽 那種感覺 所以就變成 他每一個每班班幾乎都是客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現在 在2019我們來看 中國大陸所有的航空公司裡面 近四年的股價 只有全球航空的股價 是往上飆高的 漲了37% 其他都趴在地上 趴趴熊 為什麼 因為他最主要 其實他在2005年之前 他1981年 王政華這個創辦人 他成立春秋航空公司之前 成立叫春秋旅行社 所以他是旅行社出身 3000塊的人民幣出來開旅行社 那時候中國大陸 有錢的人還很少 那一般出國大部分都團客 那團客都是國營的旅行社 幾乎全包了 所以民營旅行社你要去跟人家搶 很難搶得到 但是散客又很少 因為一般來講 那時候中國大陸 散客就是自由行的很少 結果有一天 他就去發現了一本書 這一本書叫做什麼 叫做旅行業的寶典 類似這樣的書 他發現說以後 歐美那些先進國家 中國人現在慢慢有錢了 你這些散客一定喜歡到 歐美那些國家 但是你喜歡去 我一定要安排很多星期的 一些旅程 然後價格壓到最低給你 結果就慢慢就轉型了 所以他在1981年成立1986年 他那一年的營收才人民幣60萬 結果1987年就變成100萬 開始什麼 做包機 做包機7年以後 他成立航空公司之前 到美國西南航空公司 去做考察 西南航空公司的總裁跟他講 我跟你講飛機要賺錢很簡單 飛機要賺錢就是讓飛機 停留在空中的時間率長 你才能夠賺錢 所以就是說飛機的使用率 航空使用率 飛機使用率 所以他平均飛機 每天停留在空中的時間 是10.16小時 所以他飛機就一直在飛 一直在飛 只是換人而已 不換機 所以他的成本cost up 另外你飛機就是這麼大 你的飛機跟我的飛機 都一樣大 那我呢 我要怎麼樣讓我的飛機 的使用率增加 他沒有商務艙 沒有什麼頭等艙 通通拿掉全部都是經濟艙 他把廚房跟洗手間之間 不是有一個隔的空間嗎 我們去等洗手間有一些空間嗎 他把他整個拆掉 又增加多六個位置出來 所以他就這樣一直call 一直call 連他自己都很call 他本身是窮人家的小孩 他自己一件的衣服可以穿20年 穿到補丁還在穿 補了還在補 對 有一次他率他們公司的員工 到倫敦去考察 你知道他帶了六大包的東西 裡面有泡麵 有乾麵 有榨菜 有辣椒醬 我夠缺了 缺了 所以其實他公司今天能夠到 中國大陸民營航空第一名 是有他的原因的 所以他經常說 錢一半是賺來的 一半是省出來的 據說春秋航空的空姐還要打掃 他們的機艙機物不是請歐巴桑來掃 是空姐自己要掃 他們公司的紙正反面都要拿來硬過 才可以丟掉 所以不能夠只用一面 我們也來看一下他過去出生是一家旅行社 其實是一家非常非常小而破舊的旅行社 這個照片倒滿有意思的 很有懷舊風 這是他之前的上海春秋旅行社 他是做旅行社出生之後才做廉價航空 但很多人在問 廉價航空是不是就比較不安全呢 剛剛憲哥說99、199、299次到寶 人家的安全係數是很高的 就是說廉價航空會不會比較不安全 那我都跟各位講 這個航空是安不安全 與廉價航空 絕對不是一個等號 像美國西南航空很安全 而且現在廉價航空幾乎都是新飛機 對不對 你看我們動物航空 他的A320都是新飛機 那我們台灣的那個梅花航空 對不對 他國家航空 但是很多事故對不對 所以說廉價航空跟安全性不是對等的 只有服務是減少的 但廉價航空是這樣 我個人認為廉價航空也不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一分錢一分付 你不想要的服務 你也不需要付錢 譬如說我講打個比方 廉價航空你上去搭飛機 空姐就不會給你那個熱毛巾給你擦了 但是我跟妳講 有些航空公司 你也最好不要拿 因為我跟各位講 有些地方的航空公司 他那個紙巾 熱毛巾 熱毛巾是要回收的 因為這個看 與機場場戰有關 我跟你講 我在印度的時候飛行 還有在那個中東國家飛行的時候 經常 那個發 一上飛機 一發那個熱毛巾 對不對 那個印度人一拿到手上 插插手 插完手之後開始鞋子拖起來 插腳趾頭縫 插完腳趾頭縫之後 脖子插一插 還把伸到胯下裡面插一插 這東西插過你敢用嗎 他又收回去 再回去重新洗乾淨 對 我跟你講 那你拿到 對 但你拿到這個 你也不知道他洗過嘛 對不對 然後你就插臉 對 如果你插臉 沒有味道就算 說不定還插出皮屑 上一個人的皮屑 你別嚇人 不是 我是講真的 那另外我再講別的東西 飛機上的毛毯像連航 毛毯我是一定要帶的 對 飛機上連航毛毯像 很多都是你付錢嘛 五十塊一百塊 有 我給你嘛 但我要這邊建議觀眾朋友 這個毛毯 你上飛機要先看清楚 即便是 即便是大型的航空工具 Food Service的航空公司 那選毛毯有訣竅的 你知道嗎 譬如我現在舉例 從臺北飛東京 這個飛航班 有可能這個航班 幾乎都是臺北飛機 飛到東京 或者東南亞 不管嘛 泰國飛去 這飛機要飛回來的嘛 所以取決航空公司 譬如說這飛機 可以載兩百五十個客人 是 那有些航空公司呢 就只帶兩百五十份的毛毯 所以你第一趟上去 它是有包裝紙包的 說是要包的 你密封的 你打開用 這沒有問題 新的嘛 但是你可能 下一趟從日本回台灣的 它就沒有包裝了 對 像我個人 我坐飛機 所以我都自己帶啊 對 所以我個人坐飛機 上飛機 在找位置的時候 我都自己帶一個保毯 對 可是我有些客人 不會自己帶嘛 我都會像我自己 上飛機我先看 哪一個位置上 是沒開過的 我就先抓沒開過的 它一定 對 除非去的客人 是客滿嘛 對不對 除非去是客滿嘛 它一定會有些 是沒開過的嘛 所以登機的時候 你在走的時候先看 沒開過先抓 自己帶去位置上坐 為什麼 譬如我搭好幾次 我的第一行 長龍 我常常看 譬如說他去250人 他就帶500份 回程他也是沒開過的 我覺得這是滿有良心的 但是因為你常常 我跟你講 這個毛毯大家沒想過 你前一個人 對不對 在裡面吐奶了 吐在毛毯上 在裡面摳腳了 對不對 在裡面不知道做了什麼 七七五五的事情 你就不知道 你下一個人 你有時候坐到這位置上 怎樣聞都有怪味道 結果是毛毯 那我再跟各位朋友講 所以毛毯自己帶 對 我再跟各位朋友 我希望你呢 手帕自己準備 小毛巾自己準備 那我再跟各位朋友講一個 大家都不會注意到的事情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你搭飛機的時候 對不對 你坐在客人的位置上面 你有沒有發覺 你有沒有想過你的 椅墊乾不乾淨 椅墊乾不乾淨 沒想過 沒想過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個我們飛機上都有備品 你不會告訴我 連椅墊我都得被帶 因為椅墊是這樣子 如果你不小心 吐奶了 對不對 不小心飲料打翻了 在椅子上面 我們都有譬如像枕頭套一樣的 椅墊套都有備品 你馬上把枕頭套換掉 那OK啦 那你外面看起來是乾淨的 對不對 但我跟你講 這個飛機上的椅墊 幾乎都是可以吸水材質的 為什麼 這個東西叫做 Floating Device 就是漂浮設備 就飛機如果不小心 迫降在海上 這個椅墊是可以拔起來的 你就抱著出去可以浮 跟你當浮標一樣 所以大家 因為客人 你們沒事不會去拔這椅墊 我跟你講這個椅墊 都是用魔鬼沾黏的 但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上面一個客人 上一個客人 說不定 說不定 剉誰塞 不小心放了水屁 灌在裡面了怎麼辦呢 你這樣想真的 不是 那如果你大小便濕進了 露一點尿在裡面怎麼辦呢 真不是 不是 它是吸在這墊子裡面 我告訴你 那你們不洗的啊 對 我跟觀眾朋友解釋 我們怎麼處理這東西 誰在飛機上會 多帶個十個椅墊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們落地之後怎麼處理 因為你們都看不到 我在飛機上我知道 第一個 椅墊拔掉 換新椅墊 那這個已經灌了水 浸在裡面的海綿的椅墊 怎麼處理呢 怎麼辦 曬曬 我跟你講 幾乎呢就拿到飛機底下 來來來 我正好來解釋一下 我跟你講 飛機喔 每一個飛機喔 大概在這個位置 黑黑的嘛 其實這個是個洞 這個是有個洞 這個是我們飛機的 哪裡哪裡哪裡 這是輪子啊 你說的是哪裡 黑黑的 黑黑的地方 黑黑 它是一個排氣口 就像我們 這個地方 就像我們冷氣機嘛 吹出來是冷氣 後面是外機有熱氣 要排出嘛 這裡啦對不對 那飛機也是一樣嘛 我裡面有冷氣 外面有 要有氣體排出嗎 那些就是排出氣體的孔 所以喔 現在冬天嘛 十二月 觀眾朋友這幾天有搭飛機的 我跟你講 如果你在後機室 看那飛機喔 你會看很多機物大哥 地勤的人喔 他就站在飛機中間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軟氣吹出來 熱氣吹出來嘛 就在那邊取軟 像我機長 我講過很多次 我們去繞飛機嘛 那我知道他把那個椅墊 他椅墊 他椅墊就這樣子 這樣吹風機 所以你看喔 如果有幾乎這樣子 舉椅墊 舉高高的在那邊對不對 那就是在吹這個椅墊 他吹乾就放回去了嘛 我跟你講 我還真的有切身之痛 你們都不要不相信 有一次我坐客人啊 對不對 上飛機 我一坐下來不知一下 我想說奇怪 我是不是漏尿啊 結果不是 是因為從裡面的椅墊露出來的 反漏 嗯 我是李琦瑪 沒有水 有很多啊 嗯 一ハ